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书围绕着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叙述了历代数学家前仆后继 攀登这座数学高分的历程 介绍了数学王国中许多伟大的英雄 从古希腊的皮达格拉斯到近代的欧拉 高斯 哥德尔等 书中穿插的许多故事显为人知 读来饶有趣味 或有启迪 我们的导读直播将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邀请夏志宏老师导读费马大定理 带领大家感受本书的精彩故事 第二个环节 我将和美国密西根大学纪理张老师 以及夏志宏老师展开一场圆桌对谈 最后一个环节是互动问答 欢迎大家随时把问题发到弹幕评论区 首先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导读嘉宾 夏志宏老师 夏老师是高山书院的校董数学家 天文学家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创立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病任首届系主任 1988年年仅26岁的他在博士论文中 解决了1897年提出的著名的彭雷维猜想 之后他又在动力系统领域做出了许多其他的重要贡献 成为动力系统和天体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之一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夏老师 为我们导读费马大定理 有请夏老师 好的 谢谢一心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高山经典 跟大家一起来读费马大定理这本书 我是夏志宏 费马大定理这本书呢 就是我在高山经典让我推荐 这个书籍 可以让大家读的时候 我又突然有几本书 就是我一开始读了以后就放不下手 就一直这个就是我一口气读的读到底的 读费马大定的是其中其中一本 这个书的已经出了这个二十多年 这是个首先我要讲一下 这是这是个什么样的书呢 它不是一本数学书 大家可能一听到数学书就比较这个紧张 觉得这个可能非常枯燥 但是费马大定理不是一个这样的书 它不是一本数学书 它是这个里面的没有任何复杂的公式 它可以说是一部这个 两千多年来人类探索 数字之谜的一个计时 也可以说的是一个跨越 并四百年的一个侦探小说 因为这里面的话是这个我们 能解决的是一个数学之谜 而且这个谜呢 经过历代的对人类最优秀的科学家的 这个情妇后继的一些这个努力 这个所以它是一群科学家的故事 这些科学家呢 就是从这本书里面的描述了 从这个很早就是从古希腊一直到信 那个引带 然后最后呢 终于呢 把这个费马大定理 这个几百名的难题解决了 所以呢 它是一个人类自我挑战 智力极限的一个辉煌案例 它也说明了一个就是 人类的这个智力跟这个文明的发展的一个 一个高度 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 这个纯种可以呢 在这个解决了一些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抽象的 就是一些对智力呢 这个到挑战到极限的一些那个难题 所以这是这个树的本身 就是一个可以当着一个科学家的故事 那看里面呢 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那我底下呢 就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有趣的一些 一些那个 比较感人的故事在里面 当然了 费马大定理呢 具好的介绍呢 应该从这个 我们中国的周潮开始 那这个部分呢 不在书的内容里面 假如要写这么书的话 那我肯定会从 那个周潮开始 周潮有一个中国 中国人发现了勾股定理 也就是说 这个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边长 一个三角形 它的边长 假如是三 四跟五 那它肯定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在直角三角形里面 它三个兵呢 叫做勾 跟谷是两个直角的两个兵 然后呢 对面的兵呢 是在玄米 所以沟山谷是弦五 这个呢 就是这个形成的 属于的 沟谷定理 但沟谷定理呢 本身的形成呢 应该是在中国周潮的发现 那周潮呢 当然是这个 是在公元清 从一千多年到公元清 两百五十多年 那这个书呢 就是说 真正有文字记者 记载的呢 是周碧算经上 第一次 第一次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固定 周碧算经呢 是在公元清一世纪写的 但是呢 它呢 所记录的是在 之前的中国人的发现 所以右面这个图呢 很有意思 就是在那个 周碧算经上 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 这个沟谷定理的 你可以算是一个证明嘛 这个证明呢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一个图 这个图呢 是 大的正方形 冰长是七 就三加四是七 里面的小的正方形呢 是这个冰长的 你可以去算出的 它应该是多少 因为里面呢 它是个完全对称的 所以里面呢 肯定是个小的 是个正方形 你可以算 怎么算方形呢 你可以把外面的正方形呢 整个面积就是七七十九 OK 再减去四个小的 那个三角形 那你得出来了 就是里面那个 是 那个正方形的面积 这个得到了以后呢 刚好是二十五 大家不妨可以去算一下 所以既然里面的面积是二十五个 它的冰长呢 就必须是五 所以由此呢 可以证明呢 就中国古代人 古人 在公元以前呢 在周朝的时候呢 已经能证明出 就是这个 沟山古事行五的 这个 这个沟古定理 当然很遗憾的是呢 就是说我们的沟古定理呢 就局限于沟山古事行五 就是没有推广到一般的情形 OK 但是呢 你用这个想法 其实可以简单的 只要加一个小的代数 中国讲的那个时候 有代数的话 一个简单的 一个代数方程呢 就可以证明 这个完整的 个股定理 就是不仅是 沟山古事行五 而是呢 可以证明了 那个希腊人所证明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 那个毕达克拉斯定理 那个毕达克拉斯定理呢 就是西方一般的称呢 构古定理呢 是那个毕达克拉斯定理 这个定理呢 是这个 毕达克拉斯化姓的 它是那个在 希腊的数学家 是公元前 570年到 公元前 95名的 实际的 一个 古希腊的数学家 他证明了 就是我 那个直角三角形呢 有这么个规律 也就是说 假如直角的 两边的边长 是A跟B的话 那A平方 加B平方呢 就等于C平方 C呢 就是直角的 这个 斜边 的长度 比方说 这个 这个毕达克拉斯定理呢 不仅说明 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 就是说 有 勾三 古四行五 也可以有呢 勾五 古十二 十三 而且这个 毕达克拉斯学派呢 证明了 有 无重多 这一粒三角形 这个很有意思 比如说 第一次证明了 不仅有这个 这个三的平方 四的平方 五的平方 可以有五的平方 加十二的平方 等于十三的平方 这个我还举了个例子 有九十九的平方 加四千九百 的平方 等于四千九百零一的平方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有无重多组 这个 正方形 直角三角形 他们的冰长 是整数 当然随便给两个冰长 A跟B的话 这个 扔给两个整数的话 比方说 三六 三的平方 六的平方 它不会等于一个 这个一个刚好 是一个整数的平方 但是呢 有无重多组 这样的这个 数字正整数 使得他们的这个 他们构成的 三角形 为直角三角形 假如你感兴趣的话 我这里面有个思考题 你能不能给出一个证明 就是说 有无重多组 这一类的三角形 你能给出一个无重多组 这个 这叫三角形的 冰长 正整数 证明很简单 你假如想呢 看我的三个 手地的这三组方程 三组这个例子的话 你可以能推出一个 最简单的 一个证明方式 好了 这是这个 就是 这个 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定理 就是 这个关于直角三角形 三兵的 一个 一个结论 OK 底下呢 就是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故事 从这开始呢 就是从 勾股定理开始呢 我底下呢 在 在记着讲 但我首先要提到的 就是我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历史 事件呢 就是说 这个 毕达哥拉斯呢 是他本身 一个 一个 数学家 但是呢 他形成一个学派 他有很多 学生 毕达哥拉斯呢 不仅是数学家 也是个 哲学家 OK 他 对一个 哲学思想呢 是这个 所谓的 万物皆数的 一个哲学观念 他一直认为呢 要数字 可以描述 我们世界的 所有现象 而他所讲的数字呢 是有理数 那个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 刚开始呢 还没有这个 不觉得无理数 不有任何 重大的意义 所以他认为呢 世界是真正 一定的规律 而这个规律呢 是这个 在有理数的 一个规律 比方说 毕达哥拉斯 某一次 在听到一个体降 在打体的时候 听到那个声音 断定出的 这个声音频 其实也是数 他让这个体降呢 把那个体的长短 给变化一下呢 就可以完全可以 打出这个 所谓音乐的 这个基本的 几个音符 他有个学生 叫 Hippos 就是 毕达哥拉斯 这个学生 突然发现了 这个 刚好二是个无理数 这个刚好二呢 很容易发现 对吧 因为从毕达哥拉斯 定理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讲这个 直角三角形 直角的两边 分别为一的话 那他的斜角 肯定是 冰长肯定是 等于 根号二 然后呢 这个学生呢 就突然发现 根号二 是这个 是个无理数 大家 各位 这个听众 假如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证一下 试图去证一下 根号二 为什么是无理数 不仅根号二是无理数 根号三也是无理数 根号四呢 大概 对 刚好的一个二 然后根号五呢 也是无理数 其实呢 就是说 一个正整数 去根号以后 除非它刚好是个 某个正整数的平方 不然呢 都是无理数 现在大家可能看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发现 其实呢 在古希腊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 一个重大的发现 那个有个例子 就是说 在苏格拉底 去世前几年 有某个数学家 告诉他的 他的一个证明 证明呢 从根号二 根号三 根号五 根号七 一直到根号十七 但中间除了根号四 根号九 还有根号十六 一直到十七呢 都是无理数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 跟苏格拉底 他没法去证明 超过十七的 这个 这个根号呢 是无理数 苏格拉底在 临时之前呢 他知道呢 这这么多的一些 一些无理数 这个再回到这个 这个比达格拉斯这个学生 Hepasus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例子 他发现刚好二 是无理数以后呢 就是说整个 比达格拉斯学派呢 就非常沮丧 但是呢 就违反了 比达格拉斯的这个 整个这个 以后呢 他们为了保持这个 秘密 他们一直认为是 这是一个 这个重大的秘密 因为为了保持他的 那个哲学观念 然后最后呢 把这个 怕这个秘密给吸入 结果呢 把这个学生给 捆上石头 掉到海里 给淹死了 然后呢 整个这个 比达格拉斯的兄弟会呢 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花了很长时间 几百年时间 一直保守了这个 根换二十五里数的 这个秘密 这是为什么 一直到这个 苏格拉底的时候呢 大家又又发现了 这个这个这个秘密 这是这个 五里数的发现 也是从勾股定理 开始 那我们底下讲的 他就说这个飞马大定理 这个是怎么怎么过来的 这个呢 跟一本书有关 这本书呢 是丢翻图写的算术 Difantus 是一个 这个 一个数学家 叫丢翻图 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丢翻图研究的 所谓的丢翻图方程 就是一个 有理数为细数的 一个 这个 电数方程 这一里型的方程 以及他研究呢 那是这个 有理数近似的一些问题 他研究的最多的问题呢 应该是这个 比方说这个 刚才讲的 这个 个股定理的 这个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我刚才让大家一个 习席的 让大家去证明 多个正整数解 就是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有无同多个正整数解 有一类正整数解的话 这个是非常简单得到的 就是无全多个一类的正整数解 非常简单得到 而另一类正整数解的话 是比较 这个 它好像没有多少规则 我说的有规则的 就是说 B等于C减1 就是C刚好比B加多一个的时候 这个无同多个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但是有时候呢 它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正整数解 对立呢 就比较比较 这个没有规则 就比较难 另外呢 这个信贷数学里面 这个Difontine 这个比较有名的 叫做 这个GIM NUMBER 叫丢翻图数 这个丢翻图数呢 是这些 就是说 这些什么数呢 就是说 不能用有理数来这个逼近的 能很好的用有理数来逼近的 这一类的数 比方说 刚好二 它不仅是五里数 它 就是 不能很好的 这个用五里数来逼近 就是说 你想要五里数来逼近 刚好二的话 这个需要这个 它的分模 需要非常大 才能得到一个好的 这个一个近视值 就是大家可能 对这个黄金分割感兴趣的话 最无理的五里数 就是刚好二 已经是个非常无理的五里数 因为有五里的五里数 是黄金分割这个数 大家这个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 就是说 不仅有五里数 大家有非常无理的五里数 最无理的五里数 刚好就是黄金分割这个数字 OK 刚好二是个非常无理的五里数 你可以说是刚好二是 可能差不多仅次于这个黄金分割 就是停留几个五里的五里数 这个这是这个 Defunting的这个数学工信 其实Defunting的数学工信 大家觉得这些全数学问题 跟自然可能没有多少联系 去去相反 就是说Defunting数 就是这种用五里 逼近有理数 逼近五里数的这个 这一类型的数字 其实在新的听闻学中 有这个有应用 右边这个图是土星的光环 大家仔细分析土星光环的时候 会注意到 这个光环里面 有些地方比较密集 有些地方比较舒适 就是有些地方有大的这个间隙 有些地方的 这个光环的这个 这个小的这个 这种冰块比较多 什么地方比较多 什么地方比较少呢 就是这个跟Defunting数有关 它跟这个 这个土星的 转动的这个频率 假如相比 是这个Defunting数的话 那这个这些地方的 这个光环的密度就比较高 假如它跟这个土星有共证的话 那它的这个 当然光环的这个密度呢 就就比较低 或者几乎没有 这个呢可以算是一个 这种Defunting数呢 在新的听闻学上的一个应用 OK 那我们再把这个 丢翻图写的这本算术 这本书 我右边的这个图上面 就是这个Defunting数 写的算术这本书 OK 但是在我讲这本书之前呢 我讲一下这个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墓碑 就是Defunting数呢 它去世以后呢 它的墓碑上 刻了这么一段话 这么一段话呢 也就是说 这个 你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说上帝 NT给他生命的六分之一 一位同龄再过了生命的十二分之一 他长出了胡子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 他呢 说了是活了他这个 他孩子去世 然后到最后四年以后呢 他离开了一个人世 然后呢 当然这个这个 从这个这个Riddle 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 可以算出来这个 丢翻图呢 胡了多少年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算一下 这个他想明示多少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丢翻图的这个 这本书 算书 这本书 他这本书呢 以后呢 他上面 这个 写的非常的 很多人看的就是非常 popular 这本书 有很多这个历史上的 很多人看过 我们一直到这个 这个费码 这么一个 我给我的家 这个费码这么一个数学家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呢 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方程 就是他 丢翻图方程 然后呢 上面来到一个自然的产生的一个问题 就说 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 那个 这个 以及很多这五的平方加十二的平方等于十三的平方 比方说 那他就问一个 就是费码呢 就自己的思考 就问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方程 使得 这个正整数 使得A的三次方 加B的三次方 等于C的三次方 也就是我们把平方换掉 就说 平方加起来的话 刚才是这个命迪和 那我们现在要一个立方体 我右边画了一个图 比方说 我的右边那个图 是六的三次方加的八的三次方 可不可以刚好是某一个数的三次方 但是呢 这个 刚好不行 就是说 他等于九的三次方 那他刚好少了 差了一个 那 这样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 这个 有没有这种正整数 使得 这个 他的三次方 两个正整数的三次方 和等于另外一个正整数的三次方 或者呢 可以一般的 我不仅考虑三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正整数 M 比方说 4 5 6 7 8 任何一个正整数 那有没有可能存在 三个正整数 A B C 使得 A的这个N次方 加上B的N次方 等于C的N次方 所以 所以这个费马 在阅读这个丢翻图的算术的时候呢 他认为呢 这个 这个问题呢 这个方程无解 并留下这一段 度解 所以这个呢 就变成了一个 这个几百年的一个谜 他 这个注解上写 他说 不存在 这个 当N大于2的时候 不存在正整数解 就是A的N次方 加上B的N次方 等于C的N次方呢 不存在正整数解 但是他说呢 他有一个 对这个命题十分理妙的证明 这里空间太小 写不下 所以他就 他就不写了 所以这个 他注解了以后呢 这个刚开始呢 其实也没有 没有人注意到 是他自己在 纠纷图的这本书上注解了 他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 把他的这个书上呢 不仅这个注解 也有他很多 其他的数学发现 都把他这个 发表给写出来了 这是这个 他儿子以后 做的一件事 OK 这个 我们讲一下 这个费马 费马这个人 费马呢 是一个 他的职业是法官 他是 这个 将近这个 应该是四百年纪的 这个 一个法国人 他的职业呢 是法官 在法国呢 那个时候呢 不希望 法官有任何的社交活动 因为他这个 当初法国社会的认为 这个法官参加社交活动呢 会影响他们的 这个判断的 这个公正性 刚好呢 这个 这个费马这个人呢 就 就喜欢数学 所以呢 数学呢 成了他的一个 抑郁爱好 也就是他除了 在判案子 以外呢 他就 专营他的 他的数学 这也成就了 这个费马呢 成了一个 一个大的 一个数学家 他跟 他的数学呢 跟这个 大家一个比较 跟高斯相比的话 高斯叫数学王子 是非常 引颈的 一个数学家 费马呢 经常做一些 不是太引颈的 一些 一些问题 但是呢 尽管他不是 数学很引颈 他 他写的东西呢 往往是正确的 这个费马大定理 在英文叫 Fermas Last Fermas 也就是费马的 最后定理 为什么叫 最后定理呢 因为他发现 他以前 写的一些东西呢 最后呢 都能够证明 只有这个定理 到最后 没有办法证明 就是很长时间 几百年 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这叫 Fermas Last 就是费马的 巨后一个定理 你看 所以呢 这个 自从这个 在 他儿子发表的 他在这个 在这把书写的 一个注解 这个以后呢 就是说 一直呢 就是我这个 费马大定理 成为一个 数学上的 一个非常 就是 一个谜 就是说 第一 大家 一个谜呢 他的费马写呢 他自己 知道一个简单的证明 但显然 这个几百年之间呢 数学家认为可能 是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他不会有一个 这个问题呢 不会有一个简单的证明 另外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 一个 这个 一个简单的 A的N次方 加B的N次方 等于C的N次方 所以 如此简单的问题 就是 这个 这个 大家都能懂 所以呢 很多人就感兴趣 就 就试图证明这个定理 这个几乎 所有的这个 飞马以后呢 大的数学家 都去试图证明过 这个 这个定理 尤其 这个 在法国 有过 翻过一些 一些这个奖 希望大家 一个竞赛 希望那个 有人能证明 这个 费马定理 费马大定理 然后 再比方说 在 这个 19 这个 070到19 08年 这个期间 10之间 这个法国科学 就收到了 这个621份 这个费马大定理证明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证明 全是 全是错的 当然你们不仅是 这些异语数学家 这个民科数学家 在证明 而且呢 一些大的数学家 也试图给了证明 尤其有一次 这个 那麦这么一个数学家 这个在法国 这个科学家的一个会议上面 就是给了一个 号称自己有个证明 但是呢 他号称有个证明 这个科系在底下听了以后 他号称 也同时号称了自己有一个证明 但是两个人呢 马上就会写出这个证明的细节 但是呢 以后发现了两人都没有办法写出 一个这个这个证明的细节 这个费马大帝里最后呢 成为一个清代数学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Holy Grail 就是一个圣杯 清代数学圣杯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它跟数学的其他方面 产生灵性 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其他灵性 这个也一东方数学家 两个日本数学家的重大的共性 那个啊 日本数学家那个Shimura 跟那个Tarayama 这个中文读的叫一个是志春 还有古山 这两个数学家 他们发现了一个两个数学 数学的两个领域 一个叫模型式 还有一个是土原方程 他们发现了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是 猜测的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模型式和土原方程呢 有一个一一对应关系 这个猜测呢 就是说 就两个看上去 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数学领域 发现的是一样的 这个数学上 很多重大的发现呢 都是有类似的这个 这个啊 这个形式 他们猜出了 其中一个猜测 叫做这个志春 古山志春 志春猜测 这个叫做模型式和土原方程的 一个一对应的关系 这个猜测呢 在数学上呢 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OK 啊 他们猜测以后呢 就给 费马定理呢 在那个飞跃的发展 我可以再讲这个为什么 但中间有个故事 因为这本书里面呢 介绍了这个 古山 这个数学家的一个故事 优名的图呢 第一个是志春 第二个呢 是古山 古山呢 是个非常怪的数学家 你们读这个 这个本书的时候呢 你们发现呢 你们很多比较 有趣的 比较怪的数学家 这个古山呢 这个之后呢 不久呢 他自杀了 自杀之前呢 有了一个遗书 这个呢 是他遗书里面写的东西 就是非常 凄惨的一个故事 他自己提到自己自杀 也不知道 也不清楚 自己真正的 为什么去自杀 他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的 在自杀自己呢 做了很多事 他把他自己 十分有条理的 就说 写了怎么处理 自己的遗物 而且他刚刚跟一个 跟一个叫林默的 一个女孩子订婚 他也这个 像这个所有的人 他认识的人呢 就抱歉 他要自杀 而且呢 他还说明了 他的这个大学 正在讲的课 维基分和信心怠出的课程 交到哪个地方 都来非常详细的说明 然后到巨虎 巨虎自杀了 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凄惨的故事 这是古山 然后更悲惨的是 这个古山自杀了以后 几个星期以后呢 他的威婚妻 林默也自杀了 而且林默自杀的时候呢 也留下了一个 一个一个纸条 这个他 以后就几个星期之内呢 也和他一起去了 这是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一个 凄惨的一个故事 但就是这个 这个古山 还有这个 这个聚春 这两个人呢 他们的猜测 也就是说 从英文叫 Taniyama-Shimura 猜测 然后这个呢 是非马大帝里呢 在近代数学里面 就是说 产生了一个 非常非常的重大影响 这个影响呢 是从这个Frey 这么一个数学家 在Obovach Obovach是一个 很多数学家们都去过 是一个专门 就是说 这个开数学会议的一个地方 他在1984年的Obovach 一个会议上面 在德国的一个小山区 Obovach非常漂亮 可能很多数学家都去过 很多次 在黑森林的一个山村里 他就宣布了 一个结论 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说 假如Taniyama-Shimura 猜测 能够被证明的话 那费马定理就证明了 他把这个整个的证明呢 就是 就是定成了一个 一个叫做一个 Frey Group 一个Train 假如费马定理成立的话 那就否定了 这个Taniyama-Shimura 所以他宣布了以后 突然发起一个漏洞 这个证明一个漏洞 然后呢 几年以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 Berkeley的数学家 Ken Ribbit 这个补传的这个漏洞 然后呢 这个补传这个漏洞的过程 在书中有个介绍 也很有意思 因为是跟这个 Berry Major 中间一段 非常有趣的一个交流 这两个人呢 刚好都认识 Ken Ribbit 在我在哈佛的时候呢 他在哈佛 曾经访问过一段时间 Berry Major呢 是哈佛的一个教授 这个Ribbit 有一次我还这个 这个跟他一起到一个朋友家 那个Winford Schmidt 家去吃饭 Winford Schmidt家呢 在一个山顶上 然后他呢 这个从挺远的 他从早上开始就走路 一直走到那个山上 然后去吃晚饭 然后晚饭回来的时候 我给他带回来的 就是这是个Ribbit 这个人 很有趣的一个人 Berry Major呢 是一个非常 英俗的一个数学教授 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故事呢 就说Ribbit找到这个Berry Major 是一个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个数学家 他说我证明了证明 试图证明这个Frey的这个这个这个结论 可惜了 我证明了半天 就是证明不到那个结论 就是还差一点 我这是我的一部分结论 然后这个Major在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听他的想法 一听了以后说 你已经完全证明了 只要你注意一下这个这个 再加上那个那个就行了 这个这个就非常厉害 一个数学家的话 就是他的头脑里所想的东西呢 就是说你可能就在非常有趣的 喝咖啡的时候 能把一个非常高深的一个数学呢 他可以简单的告诉他 你只要做了这个的话 那你的证明就完善了 所以说King Rabbit经过这个 Bermasor的提醒 他证明了这个 这个这个Frey的这个结论 就是从这个 那个古山自春的猜测 可以推出费马大地理 OK 然后 但这个事儿出新了以后 一下子就给数学界 就开始这个 给数学带来了一个 证明费马大地理的一个希望 那个 当然最后的完成 是Andrew Wallace 给出了证明 然后讲一下这个 简单讲一下这个 我的时间 所以呢 我简单讲一下那个 Andrew Wallace的这个 这个 这个故事 他这个 他讲他在十岁的时候 在大学图书馆看到的 这个 这个Eric Bell的 这个这本书 叫Last Problem Eric Bell是一个科普作家 高山经典 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汤涛曾经解读过 导读过 这个 Bell写的另外一本书 那本书呢 是叫这个 叫做大数学家 这个呢 是这个 Andrew Wallace是看的呢 是Eric Bell的另外一本书 叫The Last Problem OK 他从那本书里面呢 制造了三百多年 悬崖未居的 费马大地理 当他解决了费马大地理以后 他的回忆是这么说 他看上去是如此简单 但历史上 所有的大数学家 都不能解决 都未能解决 正在摆在我一个 十岁的小孩 能理解的问题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他 我必须解决他 这是三十岁的时候 他看到了 这个这本书里的介绍 所以呢 这个他就一直呢 就试图呢 就是让他引导他上的数学之路 然后呢 试图一直试图呢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我想插一句的话 就说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其实为什么要要导读 为什么有没有高山经典 你可以看出 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看了 读书的重要性 尤其对这个青少年 读书的重要性 看 这是Andre Weiss 十岁的时候就想到 又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以后呢 就三十多年以后呢 他真正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不是一帆风顺 在这个 1993年6月23号 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候 这个Andre Weiss 在这个 静桥大学 宣布 他证明了 非马大定理 但是很遗憾的是 几个月以后 审稿人 找了一组审稿人 在一起读 大家每个人读一张 这个书里面 都有这个详细的介绍 然后去这个 找这个证明的 这个 去这个 证实这个证明的 这个 是不是对的 然后很遗憾 几个月以后呢 审稿人发现了证明 有严重的漏洞 但是呢 这个非常高兴的是呢 这个1994年 10月25号呢 这个到最后 这个Andre Weiss 终于 就说 有修正稿 就是发出 这个 他最后呢 这个修正稿呢 是跟他的一个学生 Richard Tanner 一起 的一个 关于 这个 一个 就是他的解决问题 这个方面的 一个数据问题 然后呢 就是我写了 一篇文章 所以到最后呢 它是两篇文章的发表 解决了非马定理 一个是呢 是原新的 这个证明方案 证明 然后中间呢 有一部分的修正 修正呢 是他跟这个Richard Tanner 两个人的 一篇文章 到此呢 这个一个 350多年的数据难题呢 终于被攻克 终于呢 被 被 证明 所以呢 这个 因为我的时间 已经到了 所以我就 就 就讲到这 但是我就会想说明一点呢 是 这个 这本书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 有趣的故事 我只能 就选了几个 我觉得这个 灵贯在一起的 就是我对这个 地理 这个 非马大地理 证明的 这么一个 经过 这本书呢 我是自己呢 是开始看了以后 就 就是一口气看完的 就是 非常非常的 吸引人 而且它不是一本 枯造的书 是说我再次 同声一下 OK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夏志宏老师 精彩的导读 非常有吸引力 让我们迫不及待的 想找时间 读一读这本书 有关 但费马大定理 我相信大家 还会有很多 好奇的问题 也请随时 将您的问题 发送到弹幕评论区 我们将抽选 部分问题 进行解答 接下来我们有请 美国密西根大学 季里珍老师 与夏志宏老师 就这本书 展开精彩的对谈 我也将作为 对谈环节的 嘉宾兼主持人 与两位 一起讨论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季里珍老师 季老师是数学家 密西根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 包括几何托普 以及数论 这些主流数学的 交叉学科 他解决了 Boro猜想 Zego猜想等 长期学案未决的 国际著名猜想 他还对另外几个 著名的猜想 做了重要的贡献 其中包括 著名的Novicov猜想 那我们有请 两位嘉宾 夏老师好 季老师好 也请两位老师 面向观众打个招呼 你们好 你好 你们好 好那我先 让夏老师喝口水 休息一下 先问个问题 给季老师吧 费马说 空白太小了 所以写不下证明 这个季老师怎么看呢 是真的写不下吗 对 我第一次听说 费马定理的时候 也就是费马说 收的空白太少 一直到2015年 我到了瑞典的一个数学院 后来看到一本很老的书 他儿子印的一六几几年 后来我一看 吓了一跳 请放一下那个 后来找到的一本书的一个图片 请导播来放一下 也没有看见 所以说 很多人觉得 数学家是没有什么趣 然后是很严格 所以说我是觉得 因为大家 大家觉得费马没有一个定义 证明 也许他是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然后我听说 很多观众是比较年轻的 也很多是中学生 我想你们因为年轻的话 也许没有听说过 一个毛主席语乐 我先念一段 念句毛主席语乐 毛主席这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声望时机 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陀在你们身上 说你们的责任很大 刚才夏老师已经给我们讲的 很精彩地介绍了 维持着佛马定的很多故事 那现在我就有个问题 我们从这本书里面 能够如何学到一些教训 有用的教训 因为我们责任很大 那讲这个之前 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想听众 所有的听众 都应该是希望读书的人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何读书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问题呢 我读了几十年书 我都没有想过应该如何读书 然后几年前 我看到华鲁庚 伟大数学家华鲁庚写的一些科普文章 然后他里面就告诉人家 应该如何读书 他说了两点 一本书开始要 要变得很 很厚 要把它读得很厚 然后再把它读得很薄 然后现在先用这个方法 我们来读一下那个 夏老师介绍的这本书 弗马 弗马就是弗马大定理当然是很有名 但我现在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放在比较大的框架里面看看 弗马大定理什么时候变得很有名 然后为什么变得重要 我让大家都知道数学 数学王子高斯 高斯以前说过这个话 高斯说 弗马大定理 人家希望他去证这个弗马大定理 高斯说他不感兴趣 理由是为什么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孤立的结果 孤立的结果是说他不是很感兴趣 那另外我们可以把那个弗马大定理 可以放到弗马在数论上的贡献 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本高斯的书 倒不起放下那个高斯的这本书 为什么要提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是一个 19岁的年轻人决定写的 20岁就写好了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本书 因为它的出现是改变了整个数学历史 数学的发展 然后如果大家 我给大家看这本书的意思 并不是要大家去念 但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如果你稍微翻一下 大家看见 弗马说的数论工作 对高斯的影响非常大 四百 这本书总共四百多页 有三百多页是直接的 是弗马的数论的影响 这本书里面基本上和弗马的 弗马大定里面有任何关系 对 然后另外一点我再提一下 虽然你们就是说 有些中学生是不一定能看懂 高斯这本书 但是你们可以看 高斯的序言 高斯的文底写得非常的好 然后以前历史上 有两个中学生 念过这本书 后来他们的工作 也很重大的影响了数学的发展 他们两个名字 当然是阿伯尔和格尔瓦 另外我想说一下 高斯 我们从高斯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也许 我想你们 你们应该听说 高斯很多数学上的故事 但我现在要讲一下 是高斯的情书写得很好 也许你们没想到 高斯怎么写情书 我给你举个例子 高斯 高斯跟他第一个太太是这么写 说她很漂亮 也很聪明 但是更重要的 她的心肠很好 我实在很难形象 天底下有任何一个女孩子 会不喜欢这样的话 不会说感动 然后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刚才说高斯对那个 法马大定理 开始不是很重要 我想就说 当时法马的数论工作很重要 我想给大家推荐 如果是更好地了解 法马的 大定理和高斯的数论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 我打不清放一下 那个V的那本书 V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一个数学家 然后V V的这本书 被数学家和历史学家 都很听众 我特别想说一下 我们伟大数学家 陈醒生先生的 如何推荐他 打不清放一下 那个陈醒生先生的毛笔 你们看到这个老马师徒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 对 因为 因为考虑报 也许有 有些人还没看过这本书 而且对书的内容 可能也比较深一点 我只是书想 V这个人是很特别 他数学很好 但是他的嘴巴很锋利 有点像圣经上说 像算刃的刀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书想 你看看下中文版的75页 和英文版的104页 犯了一个小的错误 就是说 他这个 他的这个intuition 很好 就是说他其他的问题 都没有出错 就这个的话 这个 一纪念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 出了错 所以 但是他的一贯的方式呢 就是说 就是说他的问题 都不是很引颈 大家 最大的对比 就是跟高斯 高斯的大家认为 是数学王子 然后有人说的 这个是这个 费马的 这个不引颈的 一个数学王子 应该说的是这个 这个 是这个 费马的犯了个 犯了个 一个错吧 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 刚才 这个接着 这个基老师讲的 我想这个 再讲一点 就是说 这个费马 大地理 这个刚刚的出现 就是大家试图解 费马大地理的话 这当初呢 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这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高斯提到的 就是说 他这个记得 提到的 就是说 高斯认为 这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一个孤立的问题的 要解决个孤立的问题的 它是需要的是技巧 不是大的数学构架 不是大的数学理论 这一点呢 跟什么相关呢 有 就我分明提一下 就是大家搞奥数 搞这个数学竞赛 为什么这个数学竞赛 一个奥数呢 它不能代表这个数学 它是代表了一切 非常小的一部分 一个技能 就说 假如一个孤立的数学问题 你去解决个孤立的数学问题 这个产生不了大的 一个整体有重大发展 重要情图的一个数学理论 结局这样孤立的数学问题 它是发展的更多的是 小的技巧 所以这个小的技巧 对数学来讲很重要 但是这种重要的程度 是不是达到一个高度 要看整体的以后的发展 非马大定 你就说明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竞赛体 比方说 当然刚好去巧非常难 那假如作为一个竞赛体的话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没有多少的 这个后续的 这个意义跟影响 但是非马大定 你之所以到现在以后成名了 这个一个 我在说的一个数学上的一个圣杯 因为以后发现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解决它不是一个竞赛 数学竞赛的一个技巧 而是需要整个 在这个一个数学框架里面 在这个就是 那个Taniyama Shmura 这个猜测的 这个整体的框架里面 跟这个模型式 以及土原方程 全部淋在一起 以后呢 变成一个这个 一个框架的一员 解决它呢 也需要整体的一个数学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意义就形成非常重大 刚刚提出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重大 正像高斯所说的 但是以后呢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数学问题 这就是这个数学 这个作为一个学科 一个力巧 跟这个阿德理论的一个区别 所以强调这个技巧呢 会misleading 让数学的发展的方向走拼 比方说强调奥数跟数学竞赛 这个我刚才说了 技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方面 但是数学本身并不是单单是技巧 技巧其实在你们的这个作用 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比大家想象的要小得多 但是对于一个中小学生 这个竞赛 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 很这个很大的这个数学里 很多的数学里呢 还没有知道整个框架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竞赛是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呢 过分的这个强调这个奥数 或者数学竞赛的意义的话 就会这个把学生带偏 应该就是好好学的 应该是数学理论本身 就好数学整个框架 整个一个整体的理论 而不是一个 就说一个这个 简单的一些解题的技巧 所以这个呢 我就顺着这个 季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重来做一个补充 了解了解 就是奥数这些只是技巧 但是真正丰富的 把数学往前推进的 是这些丰富的理论体系 比如这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像Taniyama Shimura V Conjuncture 这样的问题 那我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就是像Taniyama Shimura 当时提出的 椭圆曲线和模型式 两者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 比较石破天津的猜想 就是后来当然是证明是对的 就是类似的事情 Galoi也曾经做过 是关于group和field之间 就是群和域之间的 一个一一对应 像这种石破天津的 非常有想象力的问题 然后能够推进数学 往前走的这些问题 现在年轻人应该怎么去 培养 问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或者说刚才说到的 直觉 intuition 这些品位是怎么去培养比较好 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吗 好的 我再补充一句 比如说 有很多问题 一个辩证的看 刚才夏老师就说得很好 然后完全解题 是可能不听够 实际上我们从这么说里面 看这个很好的例子 有时候提出问题 有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你这么看一下 就是佛妈提那个问题 让大家忙了几百年 我觉得解决问题的话 能够让大家忙多少就很难说吧 因为我们听众 有很多是年轻人 我是希望也许我们的听众当中 有将来的高师 或者将来的 阿贝尔和 我觉得阿贝尔说的 有句话就很好 向大师学习 我想年轻人应该有机会 去看一些高师写的书 我刚才说了 高师的文笔非常好 高师有很多方面值得学 然后 我刚才推荐了 那个高师的书和味的书 大家不看 如果我借用一个伟大的俄国数学家 盖尔方书的话 后来他跟学生 后来他跟他的学生说 你把欧拉的拳击背在身上 我不是要你念 我要让欧拉的精神 就是渗透在你里面 我想也是 如果记得你把高师的书 背在书包里 你不一定要念 但是你感觉到 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当时想做的事情 完全改变了 整个数学的发展 这很了不起 你像高路华 也是 初中 中学的时候 开始做出的 数学 现在影响了 整个数学和科学 对 应该就是说 有像毛主席说的 想到责任在你们身上 对 然后我觉得 华鲁公书的 如何读书 这方法也很重要 然后所有这些 为人的想法 我现在结合起来 我想 应该是一个 比较有效的方法 明白 季老师说的是 向大师学习 对吧 把高师和 欧伊拉的书 要去书读 这不是要书读 很少有人 能书读得了 我的意思就是 你即使不书读 如果你感觉到 他们的存在 和你在一起 你就为他们为榜 我是这个意思 了解 冰涛 对 那夏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如何培养 我问他这里 你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关于 就是我们接着 刚才聊的 这个话题 就是说 这个飞马电影 为什么 就是非常到最后 它的地位 如此 如此的重要 是因为 这个Taliyama Shimura 这个猜测 带来的 跟整体的数据联系 Taliyama Shimura 这个猜测的 就是说 让两个不同的 数据学科 让他 就是说 联合在一起 而且看到了 这个本真的 一些这个 意义对应关系 这个在数据里面 现在 这个最 应该是 最这个 active 这个 比较红火的 一个 一个方向 叫做 Lennons Program 这个 Lennons Program 是跟这个 Taliyama Shimura 有很 非常 类似的 类似的 这个 一个 出发点 就是说 Lennons 突然发现 就是在 数学里面 两个分支 然后表面上 看就是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突然发现 上面呢 有非常非常 深刻的 内在的联系 而数学就是 数学的 研究的目的 就是在 这个自然 或者这个 一个 自然里面 就是找 这些非常 深刻的 这个 内在的 机构 这数学的 研究 里面 数学是什么 数学呢 是一个 研究 这个 这个 一个 内在 机构的 一个科学 而且它有 这个 Universal 也就是说 是有 这个 通有性的 这个 内在的 机构的 比方说 群 我们可以 不管它的 在哪个地方 应用的 这个群 而是我们 把群 抽象出来 一个 本身 Lennons Program 就是发现了 另外两个 学科表面上 没有任何 关系的 方向 然后 他们有 非常深刻的 对待的 联系 这个呢 成为了 这个 数学界的 数学里面呢 现在 特别 特别 这个 热门的 现在 特别热门的 一个 一个 方向 这个方向呢 金老师 比我要 知道的 更多 所以 再回到 刚才呢 就说 这种 把数学 整体的 孤立的 数学问题 能把它放到 一个 大的框架里面 这个呢 是数学的 这个 一个 方向 我不重想 下来说 提到 Lennons 因为 我 我帮她 编了一个 Lennons的一些 比较通俗的文章的 中文译本 后来我叫她 写一本 续言 写一篇 续言 她 她续言 一下 写了三十页 我为什么要提 这个续言呢 也许大家 不知道 Lennon 年轻的时候 博士比以后 有一段时间 想离开数学 因为 因为她觉得 她数学 做不下去了 当时她 做不下去以后 坚持一下 后来Lennon 这个program 就出来了 我想这个 我想对所有人 也是都是很鼓励的 就说像她这么大师 然后年轻的时候 也经历过曲折 甚至想放弃数学 然后另外一点 Lennons 是怎么提出 这个猜想呢 因为她在 Prinston的时候 系列要她 交一门课 因为没人交 然后 然后这门课的话 Lennons 当时也不熟悉 后来 后来她必须要 交这门课 后来想得多一点 后来这个Lennons 的program就出来 我想这些方法 我们对年轻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说 可是敢于是一些 新的东西 甚至自己不懂的东西 同时就是说 碰到一些困难 也没有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发生 明白 季老师刚才说了 鼓励大家 就是说要 努力克服困难 然后夏老师提到 是数学可以在 在这个不同多分支之间 对吧 看上去是孤岛的几个分支之间 去搭一座桥 然后这样的方式 可以诞生更多 更前沿 更丰富的一个数学 这点的确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这些 包括书里面提到的 统原方程和模型式的 这个当中的桥 其实自然界也有 这样的例子 就是电和磁 我们一开始以为 是两种不同的现象 但是后来 其实发现 这两者之间 是有非常密切的 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也非常的 有意思 就是纯数学 看上去是一个 只用笔和纸 大家就能进行的 数学家们就能进行的活动 包括Andrew Wells 包括我猜想 那个0304那会儿 证明坎卡莱猜想的 那个俄罗斯人 派雷曼 对吧 就是那 就是两位都是用 主要用纸和笔 就可以进行 但是大自然的很多秘密 就是隐藏在 这些数学的公式里面 这些纯粹数学 在发明了可能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之后 也会发现 在自然界里面 有这种应用 包括黎曼的几何 在爱因斯坦相对论里面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两位老师 就是对这种数学之间的关联 就包括蓝兰子刚才说到的 或者是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联 两位是怎么看呢 就是为什么这么神奇 问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可以诞生 这个这么丰富的数学 然后这些数学又过了 几十年一百年之后 可以运用在物理 物理里面去解释 很多很多现象 那我来说一点 刚才 刚才我们提到嘎鲁瓦 嘎鲁瓦为了解放成 发明群论 我记得有一次和袁振铭 先生谈话的他都提到 他都没想到 数学上一个为了解放成 这么简单的问题 发展出来的理论 然后在物理上 有这么大的重用 你看袁振铭是最成名的工作 也没有是理论 完全是理群的一个应用 所以我想就为什么这么 会有用呢 也许就是说 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 也用了几条非常简单的规则 我们把它发现就可以 对啊 我想就是本质上 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 另外再补充一下 你现在就知道 看最近几届 就数学上那个feel是这样得走 他们很多工作 这很多领域是联系起来的 就是说 盖论 树论 还有几何突破 各方面 往往他们做的工作 是几个方面联系起来 我想现在大概 科学技术也是这个样子吧 回过到事情的本源 所有东西都连在一起 我补充几句吧 一个 就是说 哪怕在数学 学科本身 比方说 我做的动静系统这个方向 拿这个 到就拿到那个feel's medal的 往往都是解决了 就是说 超出本领域 里面的这个问题的一些数学家 还有我想讲一下这个数学本身 这个的重要性 我经常在这个 跟比较这个 明清的人 讲这个事 就说 你看物理的近代物理的发展 这个相对论 巨大的两个时刻是相对论 两个方向的发展 那个安因斯坦 就说 他提出相对论 大家都觉得很神秘 相对论跟量子理事很神秘 其实这里面就是 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些数学问题 假如你承认光束不变性的话 光束不变的 那非常 这个安因斯坦的数学非常 非常厉害 就说 通过光束不变的话 很容易就推导出 狭义相对论 这中间并没有多少神秘的东西 只要 这个条件是数学基础很好 然后这个量子力学 你只要承认这个波 这个物质是波的话 那这个许定二就简单的可以推导出 这个许定二方程 这些都是将你的数学功底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这个根据一些物理原则 你可以很简单的推出 这个他的这个物理上的理论 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 然后比方说刚才这个 金老师提到杨先生 杨正林先生 他的这个物理上的共性 很大的成分在于 他的素质 非常这个根底 他的造语非常的深厚 所以在知道了一些物理上的一个原则 简单的原则以后 他可以就就此根据数学理论 推出这个推出整个一套的物理的理论 而是物理学 是物理得到发展 所以这个数学呢 这个不仅在数学学科本身 每个学科本身跟其他的联系 而且整个科学之间 有这么一些非常深刻的联系 我就想补充这么一点 理解理解 让我想到 Galileo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数学是用于理解宇宙的语言 然后我现在在想请教 两位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几年 就是行业里边 包括互联网 包括人工智能非常发达 然后但数学我们知道是一个 现在都是用人的这个治理 用笔和纸就能做的学科 那数学里边呢 有一个问题叫四色问题 就是Graphio里边的那个问题是 我记得70年代 是最后用电脑去解决的 然后我想问的是 人工智能的发展 会不会以后推动数学的证明 比如说像庞卡莱 或者是贝尔玛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以后人工智能 也能解决 并用完全不同的工具和办法 或者别的数学领域的难题 可以甚至离脉参想 对吧 这个老师有什么看法吗 就是科技推动这个数学 有没有可能像类似于 四色定理那种 人工智能的解决 我想很难吧 比如四色问题的解决 有很多数学家很不满意 然后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数学证明 我想就是人工智能的话 是应该是模仿人吧 我想就机器 我想不管怎么样 机器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我觉得永远 然后在真正原创方面 好的想法方面 我觉得AI是没法比的 几乎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那这很有用吧 就是可以帮人 就是说 做那些平时人 很难做到的东西 你比如说找资料 所有现成的东西 汇编起来 我想真正原创的东西 AI没法做 了解 我这个跟金老师的看法相同 就说 技术的发展 信贷科学的发展 可以使我们的速度 比你跑得快 汽车 飞机 可以比你跑得快 但是 这是 对于人的生活的一个部分 但人工智能 可以是很多事 做得更好 但是它不能取代 人的智能本身 也是一个更高级的 一个汽车 飞机 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 但是我另外讲一下的话 就是说 人工智能的话 就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超过人类 是用人工智能来设计基因 来改变我们的基因 所以 只要用人工智能 来兵裔基因 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物种 这个时候呢 就会超过我们的智能 可能超过我们的 现在所有的想象 它的能力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 从科学道德来讲的话 是一个 必须要谨慎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人工智能可以 服务于我们 做很多事 但是千万不要 把人工智能 拿来去修改基因 这个的话 不是人工智能的本身 而是修改物种 这个得来的后果的话 可能 这样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顺便提一下 其他的我不担心 不会超过人类的智能 尤其证明数学定理 真正的数学定理 不是可以用人工智能来证明的 了解 我想再问一个两位数学家 一个问题 就是 书里也谈到 女性的一位优秀数学家 叫苏菲若尔曼 对吧 她在那个时代 她不得不用 假身份来研究数学 然后甚至署名 也不能在研究成果的名单上 那现在又过了几百年之后 两位老师觉得 女性在数学领域 现在这个地位怎么样 然后女性在从事数学的研究方面 跟男性比有什么优势劣势 或者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也看到 陆陆续续有一些女性 在最近几年也获得了 Field Medal 对吧 数学的最高奖 我来回答这个 先讲一下这本书上面 关于这个 热尔曼的这个一个介绍 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热尔曼 比较活跃的时候 是这个18这个18多少 130组流亡之情 他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读到了关于阿基米德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个再读的知道 不知道这个阿基米德的故事 这个阿基米德呢 是这个他住在 西西里岛下的一个城市 叫做Syracus 在罗马军队去进攻 这个打Syracus的时候 这个罗马军队一个指令 叫不可以去碰这个阿基米德 但是可惜这个命令的话 并没有这个执行得很好 然后到士兵去打到这个Syracus的时候 就把这个阿基米德给打死了 所以热尔曼就知道这么个故事 然后以后他正是看阿基米德的书 以后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后想读数学 但是在那个时代 这个女生不可以去这个大学听课 所以他就是拿到了大学的一个讲稿 然后在读字的自己去数学 然后他就跟老师的交流 是假装一个男生的一个名字 叫Mr.Long 去跟老师交流 所以老师才开始都不知道 他是一个女生 以后他也跟以男生的名义 跟高斯领袭 高斯是德国人 这个时候拿破仑去打德国 刚好去打的是高斯的那个城市 这个热尔曼一天说 这个法国要打这个 德国的那个高斯那个城市 就想到了阿基米德 当初是给军队军人给打死 所以他就特别紧张 就通过他的灵系找到这个将军 一个将军去打了这个将军的 听说的这个事 他教他保护这个高斯 这个将军听说了以后 就派了一个营 一个营的病例 就专门就去了去保护高斯 到最后这个 这个营的部队就找到了高斯 然后就告诉了高斯 一个叫热尔曼的人 这个苏菲 营尔曼是一个女的 想要保护你 所以说我们派出了我们这支队伍 然后请来保护你 然后高斯觉得莫名其妙 说是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叫苏菲 热尔曼的人 然后当然以后才搞清楚了 因为这个苏菲尔曼在跟高斯联系的时候呢 一直是用一个男生的名义 写信的时候一直写的是 Mr. Leblanc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 高斯到最后觉得这个整个是莫名其妙 然后这个呢就是寝思呢就是当初呢那个那个时候呢这个这个啊这个旅行的这个想做科学和做数学的它的艰难 然后在座的今天呢可能有很多女生 OK 这个或者是这个中学生的大学生 然后我想说的是现在是这个女性数学家的这个女性的做数学的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现在呢这个不再存在这方面的这个当初的那种对女性的这个门槛 以及这就是对这宿舍的这种这个这个这个数学的问题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可以跟这个男性在一起呢这个功课这个数学难题 而且呢在国际上的那个女性数学家的发展呢现在非常的非常的快 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我们这个啊学校啊以及我们这个方向呢就是说这个越来越多的就是顶级的这个 这个女性的数学家所以现在是个大好的时机啊希望呢更多的女性呢能这个女生能这个把数学啊作为一个终身之一 OK我就说这么多 对嗯我稍微补充一点 实际上在为什么以前女性啊女性做数学科学比较少 我想这是跟文化啊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我想呢我想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妈妈 呃限制的时间比较多吧 我想在任何孩子方面各方面 就是在社会不是很公平 我觉得现在至少比以前比较公平 就是像夏老师说的现在是个很好的机会 让女生来做数学科学各方面 对 明白 谢谢两位老师呃就是现在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做数学的大好时机 嗯我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呃 呃然后我们就进入网友的问题吧 就是我想请两位老师简单来讲一下数学和美的关系是什么 因为至村在里面也谈到美 包括这本书里边呃也谈到那个画家 就是谈到那个模型式的时候 就是Asia 的画对吧 就是高度的对称呃 呃就是有挺多数学家说到说到数学会说到美呃 呃包括至村包括呃 其他一些大数学家杨振宁教授啊这些呃 呃请请两位老师来讲一下您对数学和美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认为的 好 好那我来讲 我想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们可以花了几个小时来讨论 你比如说首先要定义的什么是美 没法定义 我想另外就是数学上为什么比较美呢 也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夏老师前前道过 就是说不同领域之间的相关 还有另外就是说 我想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吧 有两样不一样的东西连在一起以后就觉得 比较突然就比较美 我想就是数学各种领域不停的相关性 然后是美 另外一个就是简洁 实际我们刚才也说嘛 整个宇宙本质上是一个是有几样简单的东西是描写 所以说相关性简单性 还有一些突然性 我想这种东西的话 都应该让人感觉到数学是很美 然后周术实的话是一种比较显速的东西 相关性简洁性 还有就是有很多 对就是突然的一些变化吧 你可能就没想到的 了解 那这本书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因为相关性的话 就是跨着两个孤岛 看似是孤岛的椭圆曲线和模型式 居然能够被Taniyama Shimura和Vey的Conjecture来连接在一起 然后简洁性这个就是Ferma 这个Last Theorem是一个非常简洁 就是十岁的Wiles 或者是现在的中学生都能理解的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数学可以非常复杂和丰富 然后突然性 我觉得这个居然Taniyama Shimura和Ferma 最后大定理是有这么直接的关系 这个其实是 所以这本书还是非常悬世了数学的美 那夏老师对数学和美有什么看法吗 美的一个方向是对称 整个数学对这个对称的研究非常多 然后另外一个美 大家喜欢把它放在一起叫完美 一个数学公式 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有它的非常完美的地方 可能在其他地方你意识不到的这种完美 在数学公式里面能体验到 还有数学里面几何形状 可以体验到它这个就是完美无缺 这个数学往往有这种极共 就是里面是完美无缺的 而这本身是要理由这个一个 它不是一个就是每一个有intrinsic的东西 就是本质性的东西 有时候也是一个后听培养的东西 就是欣赏什么东西是美 这个有这个我刚才说的完美无缺 这个对称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自然的 但是后听也会批养一些这个一个美学的一些概念 比方说我们住数学住时间长的以后 就发现自己正面的数学公式非常的美 这个很多人这个看到黄金是美的是一样的 这个黄金也没什么美的东西 但是你经常想要钱的话看到黄金可能觉得黄金非常美 像住数学的话时间住长了以后你看到一个公式呢 就会欣赏物理也一样 其他科学一样 你会发现这个非常非常的美 OK我就就就就就讲这些 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那个夏老师提到对称和完美无缺 这个是数学的美 那这个也聊得非常开心啊 意犹未尽的感觉 我看到网友们也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我想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 有一名叫Astronomical的网友提出说 我想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 数学史上最感动您的理性和浪漫的瞬间是什么 我想我们提到高禄华 我觉得大家都听说他高禄华决斗之前的那天网上写了一封信 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封信 但好像真正去看过这封信的人不是很多 我想大家有机会去看 我想那时候很感动 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马上要去死了 然后他临时之间想把他所有数的写的数学都写下来 而且他写下来的话影响了整个数学和物理和其他的科学 应该非常是了不起吧 这很感人 对 夏老师呢 有没有分享 我不是 这个问题我不是我不是个很浪漫的人 所以说他所最理性浪漫的时刻 其实你刚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跟这个季老师想象刚好是同样的 就是想到的这个加罗华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方面 就是加罗华大家认为是世界上历史上最聪明的数学家 也是个最愚蠢的数学家 最聪明的数学家 接受他这个在18岁的时候 做的数学商到现在为止可能是最伟大的工作 你可以说是最伟大的 也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工作之一 但是呢 假如你说是加罗华做的全历史上数学上最伟大的工作的 也没有多少的夸张 所以这是一个理性 但是呢 他最近第二天就要去决斗 而且他知道肯定会死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非常的不理性 也许这种理性和不理性之间的矛盾产生一种浪漫 就数学上的一种浪漫 所以在这个问的很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数学的话 这种时刻 你想问一个时刻的话 正如季老师讲的 他立即想到是加罗华 我也想到是加罗华 就是这种一个特定的一个时刻 我就想讲这些 理解理解 其实一般大家会认为理性和感性 之间是矛盾的 但其实在加罗华身上 高度的理性和高度的感性 或者说高度的浪漫 结合在一起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 就是说这个的确他做的 日常做的事情 包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包括这个因为情感纠纷去决斗 结果导致了自己的过世 的确都是非常 甚至说鲁莽 但是他又在这个加罗华理论上 非常的有理性的光辉 对吧 后世过了一百多年 这些理论也用到包括费马大定理 包括量子力学里面 对 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个 一位叫赵基伟的网友 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Wyels通过解决古山之村 就是Taniyama Shimura Conjunctur 来间接的证明了费马最后定理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种 什么更直接的思路 就直接把费马大定理给证明了 这个两位老师怎么看 这东西我想当然很难说吧 这不知道的事情 在那里我们怎么知道 但基本上大家认为就是 Fermart Fermart说的也很简单的方法来证明 基本上不太可能 然后你看那个 我刚才推荐的那个V的那本书 后来V就分析 V怎么说 为什么Fermart是开了个网笑 因为Fermart在后来的通信当中 特别指出 他N等于3的时候4的时候 给出证明 而且不止一次来提出 他有这个证明 如果他有一般的证明的话 当然为什么还要特别谴调 他这个3跟4的时候 而且后来就是有这么伟大的 这么多伟大的数学家 向简单的证明 基本上是不可能吧 也许有一个我们谁都没想到的 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 可以摆脱现在的这个数学框架 去证明这个非法大定理 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概率 基本上是很小 几乎为零 对刚才季老师也讲的 就说这个 假如他能证明所有的情况之下 这个非法定理成立的话 这个非法当初没必要去强调 他能证明3跟4 所以 当然 随着数学的发展 我们可能 以后来看到一种 另外一种途径 可以解决这个非法大定理 但是这个是可能将来的事 现在呢 我不是这个方向的 所以我又不懂 所以 只能说这些 了解 我看到一名叫刘静的网友 问了一个挺有趣 但有可能挺高深的问题 就是说 他在问量子计算 未来将在数学发现的哪些方面 做出助力 这个老师有看法吗 我觉得量子计算在某些领域 非常的有效 但是对数学的话 我们现在不是算力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 往往的是更 就是本质性的问题 它不是这个通过计算 得到的结果 所以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计算的速度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吧 而量子计算的话 这并不是说 就是比我们普通的计算 这个更强 而是对我们一定的问题 它的计算能力更强 而不是说 所有的计算能力更强 而现在的话 就是说 数学上所用的计算的话 未必就是说 量子计算的 对它有带 哪怕量子计算机的出现的话 未必能对这个 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自己不觉得 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 编码方面的话 可能有一些 因为有着特殊的计算方法 可以对这个兵码 有一些有效的方法吧 但对正常的 我们平常用的 就是你的手机里面 假如量子计算的话 其实没多大的用处 季老师有什么看法 完全同意夏老师说的话 不另外我有点补充 因为我们听众 有很多是年轻人 我只想提一下 Angelo Wells 十岁的时候念了 念了一本书 后来对他影响很大 我想这么说 我想听众也应该去念一下 因为Bell就是说 我想说小 Bell除了 是个很好的数学家以后 还是很好的小书家 Bell写了20本左右小书 我觉得大家 这很值得去看看 对 我觉得因为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读书平台 我相信大家应该 各方面的书要念 Bell本身就说明了 数学和人文的关系 我们刚才简调 数学上的统一性的重要性 和它的美妙性 实际上就是数学和人文的关系 也很重要 我刚才说的 高斯的文笔就非常的好 尤其比大家想象的好很多 你可以去看他这本书的序言 还有他的这个 高斯如何把这本书 献给他 献给他以前 制作他的人 这是我要补充的 我看到太阳计分 一位网友 名字叫太阳计分 问题 就是数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相比 是不是单打独斗的人比较多 包括像Andre Wells也好 或者庞开来 正名庞开来的 那个俄罗斯数学家也好 这个两位老师怎么看 就协作和单打独斗的 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然后两位的 两位自己的风格会是怎么样 我说吧 那个要看这什么方向 有些方向的话 就说跟本体的这个 一起努力可能更好一些 有些方向的话 就说可能单打独斗 比较更适合把这个学科的发展 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还有你做了这个具体的问题 哪怕在同一个方向具体的问题 但数学的更偏向于单打独斗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说这个数学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维 就说非常深度 非常有深度的 对不起啊 我现在有新冠 所以说还是有点咳嗽 这个深度的思维 每个人这个模式不一样 所以两人的深度思维 达到同样一个同步的话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说即使是合作的话 往往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的合作 而是在某各个方面的一些一些合作 所以 数学的话就说 很难 在一个具体的方面 就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大家能同步 我想这个 这可能是这个为什么 合作比较这个 就是单打独斗的比较多 但是呢 当你的学科 亲身的方向比较多的时候呢 然后大家的合作呢 可能会更有效吧 OK 我来补充几点 我想即使就是 单打 自己一个人做的话 和人家的交流也很重要 然后我想读书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方式 因为你比如说和高斯我们现在没法见到了 但是通过他的书给他交流 另外书想你说 单打独斗啊 实际上是最严重 就是最极端的例子是历史学科 大家去跟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要讨论到历史 大家去找找看 有哪几本世界上的历史民族 有几个合作者写的 应该没有 数学上合作者比起历史还是多一点 虽然比较少 了解 所以两位老师觉得就是既有合作 也有单打独斗 然后季老师还提到说 我们也可以像过世的这些大师 包括高斯也好 欧拉也好 他们的著作里面去获取营养 得到熏陶 那好的 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 感谢网友们的精彩提问 也谢谢嘉宾们带来的分享 希望大家能去读读这本书 为马大定理 感受数学的魅力 最后向大家预告下期节目的内容 下一期直播将由清华大学王维老师导读 科学哲学的兴起 本书是一部科学哲学的入门读物 全书共分两部分18章 旨在证明 哲学已由思辨进展为科学 非常值得一读 下周六晚8点 高山科学经典直播间 不见不散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夏老师和季老师 感谢您今天的参加 我们要不一起向镜头招手 跟观众打个招呼说再见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众